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 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 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你好 我是主持人张振宁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宁时间 来我们今天节目要谈的一个主题是 台湾艺人杨成林吃海鲜有猫腻 那这件事情其实又提醒了台湾人 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话题虽然是一个你说艺人 一个娱乐或者说社会的一个单独的事件 但其实里头有很多现象 也蛮值得大家来一个关注跟分析 那我们很高兴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这个陈文贾成老师 主持人各位听众 第二位是这个吴建仲吴老师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OK好 先请教一下这个陈文贾成老师 杨成林的事件大概叙述一下 其实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浙江电视台 一个统战性的一个节目 那在这个节目里头 刚好就特别被提到的是一个状况 就是说杨成林在这个节目里头接受访问 然后跟几位来宾在做一些对谈 然后等于是一边吃东西 一边在做一个聊天 那后来引爆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爆点 是在这样 因为杨成林在这个节目里头 就连续讲了一些话 包括他有讲到说 其实我在台湾没吃过什么海鲜 那吃海鲜是奢侈的 在那里 在那 就是说这样讲这样的一个话 那这个节目里头 后续他还有讲到一些 比如说他说 我在台北长大的 但是我是广东人 有讲到他先生是 他其实是中国人 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那杨成林就讲说 他在这个节目上 也是很想跟文化圈 有多一些交流 或觉得有什么可以提升很多 学到很多智慧 因为他小时候什么书读的不多等等 讲这些话 其实如果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说 你在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节目上 讲这些话 可能就比较 大家就看看就过了 毕竟你也只是一个艺人 但是后来这个话题被放大 是因为浙江电视台 特意把这一段 把它剪成一个 这节目很长 他特意就把这一段这个节目 就剪成这个几分钟的一个短片 然后就放在那个相关的一些平台上 来做一些宣传跟推播 那后来就整个就爆炸了 就炸锅了 就是说杨成林其实又为了所谓的 我们台湾的一个当然可能一些乡民们 他们也直接的一个回应说 为了那个人民币 人民币很香 所以你就又再做一些舔共的一些动作跟话语等等 那其实杨成林讲这个话呢 在台湾其实在这边来讲 持平来讲的话 也有分成两派的一些讲法 一派是讲说 那杨成林讲的是他自己小时候的一个经验 怎么样 所以那是个人嘛 所以他讲 那就而且包括这个所谓的 他是广东人这句话 是个人的一个族群 或者说一个一种认同而已 那不代表说是所有台湾人的一些意见 等等 那另外一派也讲说 这个其实不是这么一个单纯 就刚才如我一开始讲的 那个杨成林在这个节目里头讲的这些话 可能是一些有些脚本 是set好的一些内容 或者是说这个浙江电视台 刻意把这些片段把它剪下来 也是中间有所谓的一些统战的一些意味 那这个长期以来 我们来看一个脉络 一个大框架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 而且是有一些迹象可循的 那个陈文贾先生 你是怎么来看待这个 所谓这一次杨成林 这个海鲜事件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就是套一句话 其实就是这个台湾的艺人呢 尤其现在台湾的 这所谓的文化这一块 园艺这一块呢 其实市场是受到萎缩 所以大部分一般呢 都是到大陆去寻找他的这个第二寸 那我们看了这个在电视上呢 现在有时候看我们台湾的电视一开啊 都是就大陆的 有什么歌唱比赛的啊 或者说模仿的啊 这是很大型的秀 听说一场都是花 制作费都花了几百几千万 那相对的跟台湾比起来 现在台湾因为 这可能慢慢的 这部分已经被网络所取代 所以在电视上的这个铺层 可能没像那么大 所以现在很多艺人呢 到大陆去呢 这个去之入伍 其实这个在所难免 因为呢 我觉得艺人呢 就像这个商人一样啊 商人是没有祖国的 市场就是他的祖国 所以呢 这个事情发生了 我不会意外 因为太多例子了 那比如说杨成林这个案子 我是凸显说第一个呢 他就是一个所谓 我们以前看的就是爱国这个方程式嘛 因为到大陆商人必须要爱国 就像现在香港一样 选这个香港的特首一定要怎样 港人治港 然后这个爱国人治港 那一个道理啊 所以呢你要在这个演艺圈 你要在大陆要发展 你必须要有几个方程式 第一个当然要 就是说矮化自己的生活 就台湾很苦 所以他要才来这里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不能讲台湾一定要讲中国台湾 或是中国台北 这个部分就是让老公听的是很开心的 因为在这一个中国原则之下 他当然要顺着自己去讲 然后第三个呢 当然就是要去这个歌颂祖国啊 或是热爱祖国啊 比如唱一些什么 我觉得还有艺人要唱什么 这个祝祖国生日快乐啊 或是勇军军群曲啊 这些都有在唱 然后呢 最重要是说 刚刚主任所讲的一个脚本 其实这个唱节目呢 就我艺人朋友跟我提过 他去大陆都是有脚本的 而且呢 比如说他会一个礼拜先请给你 一个礼拜请给你 然后呢 你必须把那答案呢 先写好给他们 所谓审查 政治审查 这跟我们台湾又不一样 像比如我要上你的节目 对不对 就是讲什么 我们唱所预言 他们不是 一定要讲什么 写什么 唱什么 演什么 一定要写个脚本 给他们审核 那他们还要报到 所谓的这个文化部啊 或者是他们的宣传部 去做审查 免得这个擦枪走我 我只不小心踩的地雷 这个不是谈话性节目 他们是一个演戏 是把一个脚本 把他演出来 把他演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也就是 我觉得一切呢 在大陆不管是 举凡这个文化演绎 等等这些呢 艺术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为政治而服务 而且呢 说真的他们也怕怎么样 一切呢 就是不要让 这个中共呢 听了看了 不开心 这是我想也是 现在演艺人的悲哀啊 因为毕竟 他们认为说 他们还是会去赚钱嘛 那所以我们呢 是不是可以站在一个 比较 比较持平的角度来看啊 比较持平的角度来看说 这个是一个 我相信是沟通问题 那也是一个市场导向的问题啊 如果他们一直去 一直有这个问题的话 那很简单 那他就去那边发展就好了 干脆规划 就有人一直在唱 所以台湾不好 那你就去大陆啊 对啊 你说不好 那你去大陆啊 结果你又不去 对不对 那就是说 这种观念就是说 吃碗来生碗碗 那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可能 在这个心态上 要做一个调试啊 如果说不管怎么好坏 还是自己的故乡 好坏还是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乡土 那你说吃海鲜 不吃海鲜 我觉得像我们小时候呢 就是海鲜 当然也有很高档 龙虾是高档的 那有低档的啊 比如说一些什么 这一些鱼啊 无锅鱼 我们以前是钓无锅鱼 对不对 我们不要去吃东南 吃饭 吃不过一 那也是海鲜嘛 也不要一味的说 把台湾的这个贬低了 贬低下来 就像我以前我在 这个也听了很多 大陆朋友说 我们以前他们宣传 说台湾是香蕉皮 那谁就宣传的 就是台湾的那种 所谓的 同胞联谊会 去宣传说 我们台湾是香蕉皮 对啊 那台湾这边就讲说 中国大陆在吃树皮 对啊 就是这种宣传 但是现在名字大开了 其实哦 不要忘记了 现在已经网际 网路非常发达了 不要用这东西来渔民 对 反而是反效果 对 反而是让我们呢 更认清 更认清中国呢 对这个所谓的 正式服务的丑陋 跟他的这个 虚假 这反正会受到 我们台湾人民的 唾弃跟不屑 对 因为刚刚文贾兄 有提到说 那你要赚 去大陆赚钱 你跟他去规划算了 这个 其实大家都很了解 也很清楚 说在这个 一个生活上面 那除了钱以外 钱很重要 也许这个是 可能很多资源 各方面 物质下面的 一些享受等等 都是要有一些 那个财富来累积 钱很重要 但是自由也很重要 这个其实 他们自己在中国大陆 待久了 他们自己应该 也会有所能够理解 当然也有些人 觉得好像 没差 对他来讲 他只要每天 有钱过生活 吃得好 住得好 这样就觉得很愉快了 但是有些状况 就是说 你这些财富 不是说 你现在就能够 很安全 或者整个都可以 完全的一个 一个维持住的 你要知道 中国也很多富豪 中国艺人 也有很多知名艺人 大牌艺人 赚了很多钱 但是他们最终的 一个下场是什么 很多都是被 所谓的消失 被失踪 或者说被谨慎等等 那这个就差别在哪里 这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 一个社会 跟民主社会 最大的一个差异 所以这不是一句话 就是说 钱就可以解决 所有事情的 那很显然 我们再回到 杨成林话题的 一个面向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 建总 就是说 整个事件的一个发生 到最后的这两边的 一个舆论 诉求的一个发展 然后我们就看清楚的 一个事实的实情 是什么样 那其实我们最终要去探讨 他的一个效应跟目的 其实这个事情 在我们台湾来讲的 理论上是很好解决的 一个事情 就像杨成林到底 有没有贬义台湾 台湾这边也有人 一些甚至像名人 这个苦林 以前也比较所谓 台派作家也替他讲话 他没有刻意要去贬义台湾 他只是讲说 他小时候的一些状况 怎么样等等 但是也有很多一个实况 把它分析的非常清楚 这些其实都是 这个已经设定好的一种 大内宣的一个状态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其实在台湾 我说好解决 是怎么好解决 你杨成林 只要再把苦林的那种 替他辩解 或者说外界替他辩解的事情 自己在自己的微博也好 或者说自己在自己的脸书上面 去做一个说明跟澄清就好 可是杨成林不是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他的一个动作是说 他是把所有的留言区把它关闭 让大家没办法去洗他的板 或者说去那边留言 他自己也不对外做任何的一个说明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 吴老师 我想对于艺人的危机处理 我一直觉得危机处理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不管是艺人或者是公司 我们过去也看到很多台商的公司 在大陆必须要讲出一些言不及议的话举 那杨成林的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他无心之过 那这块可以再去做讨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在中共设定台湾议程的时候 已经越来越有这种操作感 什么叫操作感 杨成林原本说的是他吃不起海鲜 所以开始有一些网友就出来讲 这个台湾有虱目鱼 有虾子有什么 那结果这个议题就被转移到这个 虱目鱼是不是海鲜等等 所以我觉得说中共当然这几年下来 其实设定台湾的议题是非常精准的 那用这个传媒的一个标准字眼叫做 媒体在线 什么叫媒体在线呢 其实中共可以透过一系列有目的的 这种选择跟组合来影响这样的一个台湾的舆情 这个是中共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部分 那尤其是在这个杨成林的事件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撕裂台湾的这种民心 其实我们看到当杨成林的这句话讲出来之后 台湾人同仇敌忾 但是此刻就有另外一股声音出来说 请你千万不要台湾人欺负台湾人 所以我们会看到就说 可是杨成林说他是广东人 他不是台湾人 所以他的目的不是要造成大陆的民意的团结而已 他主要是要造成台湾有部分的人 来做这样的一个刺激 刺激之后导致台湾的这种分裂 这个其实都是中共想要做到的 不见得可以支持我 但是只要你们分裂了 只要你们吵嘴了 一个不和平不团结的台湾 这个就是中共想要看到的 这个听起来也很高明 OK好 那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里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Zither Harp 不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从两岸国际 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九点三十分到十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九点三十分到十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正林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张正林时间 来我们再继续请教吴建宗吴老师 我们刚刚提到 有分析到杨成林海鲜论的一个效应等等 那其实中国在这个艺人 或者说一些各个领域 打压台湾 贬义台湾的那个 所谓的统战 或者说一些策略 这个已经长久 长期以来都是这样子来做 也许我们也是见怪不怪 但是回过头来看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 就是说 你这样做有效吗 对台湾人有效吗 你不是说要统战台湾吗 你要统战台湾人的心吗 对不对 那结果你做的是情形 反而常常是在 做一些反效果的事情 这是中国这些 搞统战的人 或者说这些 这个所谓的党官们 脑袋不清楚呢 还是说因为他们自己 就是同温层 我们讲同温层 或者他们自己的一个决策圈里头 老是认为这样子做 才是正确的 从来不去看外界的一个反应 这是这么样一个 调诡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再举一个 最近才发生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大概9月中旬的时候 这个在马来西亚 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是有一个场合 叫做 2022年世界创新与科技大会 的一个场合里面 那这个里头有一些代表 就是说台湾参加这个所谓的亚洲环球小姐选美的一些家例 各个国家的一个家例 就参加这个会议 在这个会议场合里面 有一度发生是说 最后他们要这个各国的一个家例们 就受邀上台 然后去用自己的语言 去跟大会所有的来宾来做一个打招呼 或者怎么样问候等等 那后来有一段画面就被揭露 就是说这个台湾的家里 其实也有受邀参加 那最后呢 就看到一个画面 就是说 他本来拿着台湾的一个国企 就是中华民国国企 然后准备要上台 结果后来被官方 就是主办单位的人员来劝阻 可能因为据有一段距离 可能就被他劝阻说 你不能上台 那当下的一个气氛 就是台湾的这个环球小姐 就是说他可能本来就已经准备好 要去替台湾讲讲话了 或者也许他只是个人而已 他想上台去做一些问候 秀一下等等 结果因为这样的因素 因为当然所谓的因素就是说 中国打压嘛 不让你台湾代表去上台 去做一些那个曝光的一个机会 那所以这台湾小姐就是 因为不能上台 然后掉下眼泪来 这个画面看的大家其实很不舍 当然我们台湾人来讲的话 也是可能觉得 连这种场合 这种小事情 基本上真的是小事情 如果没有发生这个 这样一个所谓的中国打压的事情 台湾人哪里知道 有哪些人会知道 说有这个所谓的环球小姐去马来西亚 去代表 然后去参加这个活动 讲了什么话 没有人会知道 说实在话是没有人会知道 但是老共就是这样子 我们说经常做一些反效果 反宣传的一些事情 反而让台湾人 把台湾人越推越远 感觉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吴老师你是怎么看这个事件 过去这个中国领导人 邓小平有个外号叫做 这个总设计师 那习近平为了这个效仿 外界也给他取了一个绰号 叫做总加速师 那这个加速师呢 一方面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崩解 另外一方面呢 也加速了台湾国际地位的提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年下来 台湾在各个领域里面 受到国际的重视越来越明显 那中共的这些蛮横无理的这些作为 其实在现在高科技的这种记录之下 越来越多被展示 被推上这个热搜的台行榜上面 那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个事实是 中共对于台湾国际空间 或者是台湾的这一些优秀人员 在国际之间被表扬的时候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打压 是处处无所不在的 那刚刚主持人也提到 其实如果不是画面被揭露出来的话 恐怕这样子被打压的事情 恐怕都还没有办法被外界所能够看得到 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必须要认知到一个事实 中共过去常讲 让政治的归政治 让体育的归体育等等 各种不同的这种就是告诉你 这个政治不要跟任何领域扯上边 但是其中最喜欢讲政治的 最喜欢讲政治正确的 其实就是中共 特别是我们看到 中共的治理之下的这样的一个百姓 他们在长久的这种共产党的这种洗脑之下 会把这种所谓的大一统的文化 大一统的意识里面 无形当中就展现出来 那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这种所谓的宁左勿右的这种思维 其实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什么意思 在政治上面 如果你要有获得争霸的机会 那在这个政治上面能够有提升的机会的话 一定要做的比任何的人 做的更右一点 什么意思 那在右跟左之间 他们会选择的是左 什么意思 我们看到这个虽然不在中国大陆境内 而是在马来西亚所举办的这个 世界创业与科技大会 这样的一个大会里面 主管部门当然是中宣部 当然是外交单位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主办单位 要求台湾加力不准上台 这背后的压力 绝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这边给予的这个压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在这个中共政治的 这种极权体制之下 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的乌纱帽 但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其实刚刚主持人也提到 这是一个反效果 这个对于拉拢台湾民心 不管是要融合发展 或者是做很多的这些 促容的措施 那我们看到简单的一个 打压台湾小姐上台的 这样的一个画面 其实就把过去里面 中共所撒下的这些人民币 完全给抵消掉 但是既然是抵消掉的话 那为什么中共还要选择这样做呢 因为在此刻 中共如果没有把自己的这种国家的 这种内部力量凝聚起来 因为我们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打压台湾小姐的一个部分 在当地华人社会都已经引起非常多的不满 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境内的舆情 是要求中国驻马来西亚的大使馆 必须要去检讨你对当地的桥舍 对当地的这些华人 你是怎么样做工作的 要去做检讨 你怎么会让这样的一个事件 没有预先去做准备 就让这样的一个事情 还可能会让台湾的加力 能够顺利上台 能够挥舞国旗 所以我们看到大陆的网民 是要检讨这个驻马来西亚的大使馆的这个人员 他们在做这个舆情的掌握上面 竟然没有掌握到这个 竟然没有做到阻止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混淆事实的一个情况 尤其是我们看到 当国际社会表达对台湾的同情 表达对台湾的支持的时候 结果中共还是做出这样的一个部分 这也难怪这几年里面 我们看到大陆的战狼外交 尤其是中国的外交官 他们要讲的是强硬的语言 他们要讲的比如说 这个讲什么 要对台湾人进行再教育 这样的一个再教育的 这样的词语一出来之后 那过去里面你在讲什么 通会情促容 这个到大陆的第一家园的这些政策 不就是完全 这个带有这样的一个抵触的一个味道 可是对中共来讲 这个不重要 因为二十大即将要换届了 这些大使回国之后 他是不是能够有机会 从马来西亚驻马来西亚升官 或者是跳到更好的这个部门 这个是他在考虑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不会去考量到什么 两岸人民的情感啊 等等之类的 他关系到的是自己的官位 能不能这个往上有效的提升 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表现 软弱的过程当中 会被小粉红给踏法的一个部分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马来西亚歌手黄志敏 他有一首歌叫玻璃心 那我们看到台湾的加力 能够在国际之间发光发热 而中国的这个玻璃心碎了一地 虽然台湾加力落泪了 但是我们看到 他是现场里面最亮丽的那颗星星 是 没错 完全正确 那这个看起来暂时无解 就是说这个中共的一个体制 是这样的一个僵化 或者说完全都没有内部一个 反省跟检讨的一个声音 跟空间的话 那这个可能这种战狼式的那种语言 或者说方式短期间以内应该是没办法解决 好 那我们另外再看一个比较 最近可能还是比较让大家比较 应该蛮重要的一个事件 就是说其实在这个9月中旬的时候 这个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通过了一个所谓的台湾政策法案 那这个法案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说它其实有提供一些 等于是台美关系的一个大要禁的一些内容 那包括未来会在法案里头规定说 提供台湾这个军援 大概有45亿美元的这个金额 等于大概台币1300多亿 那另外还有这个对所谓 中共官员制裁的一个部分 这会不会也是一个关注的一个焦点 还有赋予台湾主要的非北约盟友的一个地位等等 那包括可以更改我们驻 美国代表处的名称 从这个台北变成台湾等等 那这样的一个法案 就是当然会是非常的一个所谓的敏感 或者说这个重要性也非常的强 那我想请教一下陈文贾森老师 怎么来看一下这个台湾政策法的一个设定 台湾政策法其实对现阶代在1979年 这个台美断交之后 其实一个最全面政策性的一个修改 那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的振奋台湾的民心 但是随着这个所谓的国际现实 跟这个美国呢 怕激怒中国人的情况之下呢 我觉得他也次度的做一个修正 但是呢总的看起来呢 还是值得鼓励的 为什么呢 其实台美关系就像吃饭宴客一样 菜要一道一道的上 不要一下子把菜散满了 说真的大家一下吃那么多 也怕也吞不下去 一道一道的上 我觉得台美的关系提升 要逐次的提升 也要有策略跟节奏 要有策略对 这样子我看是太过猛了 太过猛了 所以呢我看美国后来这个国务院 也就是有点可能也跟他们也协调 就把适度把它调降下来 所以包括以前他这个时候 尤其我特别想看到之前 他本来提出说 这个军售问题是没有数量 没有限制的 没有时机的 那等于说以前我们是提供防御性的 现在攻击性也可以提供 原来的法案 我看了也是金星肉跳 我说那这样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采购他们的F35了 因为F35他们认为是 这个攻击性的武器 那但是后来也调整回来了 所以这还是回到美国呢 他还是希望一个 所谓的两个嚇阻 台湾不独 这中国不武 那不要太过刺激中国 但是呢也不要让台湾的 这个所谓的这种独立 或者什么这个气势升高 这还是美国他现在 在跟中国之间的一个 又有对抗又有合作 又有竞争 探阻旋律 其实台美关系的一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大框架 一个大方向 就是说美国当然对中共 还是会有所谓的保留 或顾忌等等 基本上这个大方向 还是跟台湾会越走越密切 关系会越来越好 那这个部分是目前看起来 没有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很高兴 今天邀请到了两位来宾 跟我们做了一个分享 以上是今天的节目 谢谢